大家好 我是乖木禅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继苏美中三个航天大国之后 大人航天的风水盘如今看来似乎终于要轮到印度了 据印度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2月27日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在该国卡拉拉邦首府特里凡德朗 举行的一场公开活动上 正式向外界介绍参与印度载人航天工程 嘉岗阳项目的4名印度候选航天员 按计划IRSO明年将用印度国产的LVM-3运载火箭 把4名候选航天员中的3人送上距离地表大约400公里的太空轨道 完了 这3人会在上面待上3天左右 最后乘坐印度自主研发的载人飞船返回地球 降落地点预计是在印度周边海域 到时候估计印度海军还得派人派船过去打捞 虽然航天不是我平时会经常关注的话题 更谈不上有多了解 但即便如此 我也还是依稀记得 截至今年2月 印度似乎还没有搞过载人航天之前的无人发射任务吧 于是我去网上查了一下 果不其然 按照维基英文上的介绍 印度载人航天工程的无人发射任务 预计要在今年才会陆续展开 这项前置工作一共分三步走 也就是要打三发LVM3型印载火箭 它们分别对应的是 嘉岗阳1到嘉岗阳3号任务 所以这三次无人发射任务 都要集中在今年之内完成 然后才是明年动真格的嘉岗阳4 一年之内先后进行三次无人发射任务 完了第二年就要把人送上天 依照我那浅薄的航天知识储备 在我的印象中这么激进的玩法 在过去几十年来应该是还没有过的 上一个敢这么不要命的 还得追溯到冷战进入到白热化阶段的美苏 那会儿的华盛顿和莫斯科 为了在尖端科技上压过对方一头 那是真敢拿航天员的命 来赌载人航天任务的成功率的 但是你印度毕竟不是人家美苏 现在也不是冷战 印度也没有航天争霸的政治包袱 犯得着第一次上天就堵这么大吗 怎么着 总不至于说 真就是莫迪端着手枪 站在背后监工的吗 对咱们国家的载人航天工程 有所了解的同志和朋友应该都知道 我们的载人航天工程 是中央在1992年9月21日这一天批的 因此也被称之为921工程 在921工程正式立项7年之后 也就是1999年11月20日 我们才在九泉用长征2F运载火箭 试射了神舟一号载人飞船 然后是2001年1月10日发射的神舟二号 然后是2002年3月25日发射的神舟三号 再然后是2002年12月30日发射的神舟四号 最后才是剑争章的2003年10月15日发射的神舟五号 换句话来说 杨立伟当初之所以能顺利上天平安回来 前面光是无人发射任务就铺垫了四次 前前后后历史五年 要是从1992年921项目立项那时算起 我们到载人航天这一步 已经是足足走了11年了 这个任务进步 对于美苏那样的航天超级大国来说 或许不算什么 但是考虑到我们的921工程 几乎是白手起家 任务经费又是那样的有限 而且又是第一个敢于挑战载人航天的发展中国家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动作已经算是很麻利的了 受限于当年的技术实力 我觉得恐怕也很难再快了 再快搞不好就要出事了 而反观如今印度的加刚扬载人航天工程呢 虽然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2009年 但这巴金的立项上马 却是2018年的事 莫迪政府在这一年的8月 正式给加刚扬工程批了1000亿卢比 也就是约合人民币85亿元的项目资金 加刚扬工程原计划 是要在2022年8月15日之前 将2到3名印度航天员送上太空大约一周的 之所以要踩着这么个时间节点 是因为这一天是印度的独立75周年纪念日 莫迪要搞个大新闻来彰显一下他的政绩 从2018年到2022年 这中间虽然也只有短短的四五年时间 但是把流程控制的紧凑点 最后应该还是有谱的 然而好死不死 2020年新冠爆发 ISRO上下被疫情打了个措手不及 任务谷冠都被新冠肺炎给放倒了好些个 加刚扬项目也因此陷入了全面停摆的尴尬境地 2022年8月15日之前的任务节点被彻底打乱 印度载人航天工程被迫往后推迟 先是推迟到了2023年了 然后是2024年 载人后才是如今的2025年 之前的任务进度被拖沓了这么多 ISRO要想撵上自己当初立的flag 那就只能大干快上了 于是乎这才有了我们如今所看到的 第一年连打三艘无人飞船 第二年直接送人上天的印度式大跃进 印度这么干就相当于要花一年时间走完我们当初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五年的长征路 成了就送人上天创造神话 不成就是送人上西天制造笑话 虽然国内很多吃瓜群众和拱火乐子人 对于印度载人航天工程的这个时间节点并不看好 但是考虑到印度之前毕竟也顶着巨大的压力 把他们的探测器成功送上月球了 要说刷子那肯定还是有两把的 所以这次他们的载人航天工程 我觉得也不好说 印度就是这样一个总能给你带来惊喜的国家 万一三亿神奇保佑 最后真敢在时间节点之前把人送上去了呢 那也不好说对吧 平行而论 对于印度把他们的首艘载人航天飞船的发射时间 定在2025年而不是2024年 我多多少少还是有点意外的 因为今年是印度的大选年 要是按照以往的惯例印度的执政者怎么着都要敢在选战正式开打之前把航天员给送上去的 因为你需要政绩来增加自己在选民心目中的分量 好压倒政敌继续作庄 出于政治目的 莫迪本可以把嘉岗阳项目的任务进度拨快一年的 但是他最后并没有这么做 他还是选择了尊重印度航天专家们的提议 把时间定在2025年 也就是印度大选之后的第二年才把嘉岗阳给打上去 除了对印度现阶段航天科技实力的顾忌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想应该就是莫迪对于今年的印度大选已经不那么在乎了 人民党没开三步是大概率事件 印度现在俨然已经形成了人民党一家独大的政治气候 莫迪的权柄已经抓得很牢固了 不需要在冒险在载人航天工程上赌一把 这对莫迪和人民党来说其实是一种进步 而对印度航天而言也算是一种幸运 航天的本质是政治 在马斯克的SpaceX这类私营航空公司崛起之前 从美苏到我们所有国家的航天项目说到底都是政治任务 送什么人上去 送多少人上去 在什么时候上去 在不违背科学发展客观定律的大前提下 所有这些指标都是要围绕政治诉求展开 印度航天当然也摆脱不了这个定律 一枚印度教徒报在2月28日刊载的一篇评论文章里头 就直接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 虽然加岗阳项目并非完全出于政治动机 但是觉得如此规模的重大工程可以完全摆脱政治的束缚 那这种想法也未免太天真 这种政治上的束缚未必会直接体现在加岗阳项目上 但它的确是在一种就连我们中国的吃瓜群众都能明显感受的方式真实存在的 就在ISRO正式对外介绍四名印度航天员的消息传出来之后不久 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就闹出一桩乌龙笑话 为表示对ISRO将印度第二个航天发射场的选址定在泰米尔纳德邦仪式的喜悦之情 该帮的执政党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张宣传海报 以示庆贺 结果恰恰正是这张宣传海报在印度的舆论场上给DMK惹了一身骚 因为就在这张海报的中间位置 莫迪和泰米尔纳德邦首席部长斯大林之间的那枚运载火箭上鲜艳的五星红旗图样清晰可见 再往斯大林的左边瞅瞅 就连我这种对航天只动皮毛的市井大妈也看出来了 这不就是我们中国航天的当红炸子机长征5号运载火箭吗 好家伙 你们泰米尔纳德邦这波啊 属于是拍大象屁股拍到大象硬钩上来了 有你这么给自家的航天工具歌功颂德的吗 消息一出 莫迪那边也坐不住了 2月28日 他在泰米尔纳德邦举行的一场政治集会上 对DMK直接开怼 DMK就是一个无所见数 却想着贪天之功的政党 他们采现了 他们居然在我们的火箭上贴上了中国的标签 他们甚至都不愿意指示我们在航天领域取得了成就 他们连一面印度国旗都不肯贴上去 这不是在向全世界宣传我们 这是在向全世界羞辱我们 是时候了 是时候该对DMK予以惩罚了 面对莫迪的这一通炮风 DMK发言人拉文德兰 导师表现的云淡风轻 他表示人民党就是喜欢小题大做 揪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大做政治文章 我们的广告这么做就是想告诉公众 我们印度的技术已经可以和中国这样的航天发达国家相媲美了 印度也是航天大国了 我们用不着在对中国羡慕嫉妒恨 好嘛 明明就是负责peace的临时工活干的太粗糙 闹出来的幺蛾子 到了你们人民党和Demon Cage 深深就给拉扯成了党统伐意的罗生门 通过这个小插曲我们就能看出 航天也是政治的延伸 这句话就是当下贴在印度航天工程身上的一个鲜明标签 人民党不光是在用印度航天在国际上和我们进行政治决力 同时也是在用他们在国内和印度的其他地头蛇势力进行政治决力 莫迪政府肯把印度载人航天飞船的发射时间定在2025年 而非2024年 是因为他们自信现在能在国内的政治决力中压制住其他政治仪了 所以他们在载人航天这块才能表现的相对理智一些 但是很显然和我们的一比 印度航天在国际上还差的老远 为了尽快追赶我们的步伐 印度在更为宏伟远大的空间站建设 还有载人登月等航天项目上就不那么淡定 去年10月中旬 莫迪曾在新德利主持的一次高级会议中宣布了印度航天的中远期目标 2035年前后建成空间站 2040年左右实现载人登月 这个具有印度特色的航天三步走计划 比我们的921工程要夸张的多 这种印度式放卫星才是我们熟悉的味道 我们没把印度当苏联 但是印度是真把我们当美国在追赶的 不理智是印度航天在面对我们时的常态 理智反倒成了一种偶然 我不知道明年加刚扬飞船 是否能准时把印度航天员送上天 也不知道他们届时上的到底是天还是西天 但我有一种预感 如果印度继续抱着这种扭曲的心态 把我们视作印度航天的假想敌 把我们当成印度政治内斗的工具 那么印度迟早会有那么一拨人 是要被他们的大火箭给送上西天 要么是在空间站上 要么是在月球上 要么就是原地升天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